为了查清楚蟑螂基地和黑市手术室的情况 一警户派出由西晚 本乡 日相和家乃子组成的赶死队 深入敌后刺探军情 由于这次行动的目的地就是中国所制造的人工岛 这次行动 他们没有任何增援和救助 一旦敌人发现 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逃生 当赶死队成员进入人工岛要塞的时候 却发现走廊里面布满了机关陷阱 他们只好兵分三路前进 却纷纷遇到了危险 首先是本乡遇到了神秘的女研究员金姬 本乡绝望中一脚堕碎楼板 跟金姬一起掉落下层 正是火星张狼关押东京失踪人口的地方 本乡立即用对讲机通知了西晚他们 也表明自己已经被发现 不能离开了 金姬问本乡为何来这里 本乡自然不会解释 只是胡搅蛮沉的拖延时间 这里又不是哪个国家 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再说 你也没有权利对我进行搜查和盘问吧 金姬表示这里没有归属国这种话 也只是你们自己随便说说罢了 不过因为正式审讯还尚未开始 所以确实不能对你进行过多盘问 但我们可以打一架对吧 等你输了 想怎么盘问都可以了 本乡立刻汗毛倒数 自己都已经是变异形态了 这个女人还主动表示要跟自己交手 本乡毫不由于扭头就跑 金姬还有些愣住 没想到本乡竟然如此能屈能伸 不过他也非常理解 毕竟正面跟他战斗毫无好处可言 即便他想把牢笼里的人全部都放了也不行 只是他那个昆虫学的足部 确实能办到这一点 眼看本乡就要接近牢笼了 金姬一个闪身就追上了本乡 本乡竟然眼睛都瞪大了 而在电光火石之间 金姬抓住本乡的衣服 直接将人一个被摔暗倒在地 过程中甚至还能告诉本乡 笨蛋 不要流露出那种惊讶的神情嘛 你是在想自己是什么时候被追上的呢 其实 从你决定离开的零点几秒开始 就已经注定被追上了 本乡鲜血直接喷溅了出来 不过金姬还是要夸一下本乡的反应速度 虽然转瞬间就被自己追上了 但是在被摔倒的同时 看到自己要捅人 却能敏捷地保护住了脸和胸部 这种战斗反应能力还是值得表扬的 这时本乡的腰间也就插着一把短刀 金姬问本乡 你还要继续战斗吗 结果本乡咳嗽了几声 有些冷冷地表示 原本我是绝对不打女性的 即便是手持匕首的女性 也不会对其动手 因为本乡一直认为 是坏男人做了浅薄的行为 才导致女性会手持菜刀进行反击 即便是多么喜欢动手的女人也是呀 本乡就显然不是这种 被男人逼迫才希望动手的女人 在你说还要继续吗 这句话的时候 就像是问别人教育水平一样 根本就是对别人愚蠢的羞辱啊 本乡随即在两边 众多人出的注视下 突然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 只能说身上插着匕首 也不影响他敏捷地翻了一个跟头 只见这时 本乡右手向后 直接拔出匕首 向金姬扔了出去 下一秒 那匕首就出现在金姬的眼前 距离他的眼睛只有0.1厘米了 金姬赶紧转身躲开 就不了上身躲开了 腿就被本乡牢牢抓住 本乡顺势一个倒挂金钩 踢向金姬的头部 这根本不是格斗的动作 而是足球运动员常用的射门动作呀 金姬立即用双手格挡 这一脚力量之大 让金姬脚下的地面纷纷裂开 金姬忍着手部的酸麻嘲笑本乡 足球的话 被残判抓住不就犯规了吗 本乡丝毫没有羞愧尴尬 对呀 就是犯规啊 粉丝公认呢 在本乡和金姬战斗的时候 两边被关起来的人们全都一点诧异 刚才那个男人 是不是说了日语 他是日本人呢 还有人看着金姬十分胆寒 当他们刚被抓到这里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美女 有人觉得 他既然是人类 或许不会同类相残 如果能跟他搭上话 或许会得救的 可后来他们终于跟金姬对上眼神以后 才发现他看这些人的眼神 与蟑螂们看这些人的眼神一模一样 完全就好像他们是他们圈养起来的牲畜 根本没有一丝看同类的感觉 而如今看到了本乡跟金姬的战斗 人们愣了许久 终于反应过来了 这人是自卫队的人吧 你们终于赶来了呀 求你救救我们吧 一定要加油打败这个女人 把我们救出去啊 眨眼见 加油呐喊声慈禧彼伏 整个房间的人全都沸腾起来了 他们从来没如今天这般 充满希望的看着一场打架 眼下本乡又被金姬打得有些难以招架 可看着这些激动的人们 还是抽空尽了个军力 他感谢大家的应援 一定会竭尽所能 将大家救出来的 本乡自然也在思考着如何战斗 他知道金姬应该已经变身了 但是外表上 却完全看不出变身以后的样子 这女人难道是牛顿大族的成员吗 而此时 接连不断的加油声扔脑了金姬 这算是骚扰了对吧 随后 只见他将手放回伊东 于是前一秒还伺候着给本乡加油的人们 突然接连倒地 就连变身后的本乡也支持不住 狼狈地倒在地上 他感觉自己完全闯不上气 金姬却丝毫不为所动 他告诉本乡不用担心 这并不是毒气 而是细菌武器 金姬说 这细菌武器就是他开发出来的 而这里既不是奴隶市场 也不是家畜小屋 而是人类研究所 这里的人就跟制药公司里养的 小白鼠 蟑螂 兔子一样 人类研究药物的时候 无情地倦养杀害那些动物 征求过动物的意见 现在这种细菌武器 只要一点点的计量 就能瞬间通过空气传播 感染全场 这种细菌可以麻痹人的手足 舌头这样的横膏膜肌肉之外的骨骼器 和毒气不同的是 这种细菌用量不管如何都不会死人的 几分钟到一小时之间 就会被白细胞吞噬干净 细菌就自然消失了 这样就可以重复进行实验研究 但为什么我没事呢 金姬随即十分得意地告诉本乡 因为她接受了红氏手术 特性是马蹄蟹的青色血液 所以这世界上大多数病原体和生物武器 对于金姬来说都是无效的 她甚至没必要像日本首相 只剑一郎那样进入什么假死状态呢 金姬接着拿出手机 查看从日本九十天那里得来的数据库 本乡障一家里有个小三岁的妹妹 你是在二六一九年五月辞职的 我说你是因为妹妹下落不明辞职的吗 然后就一直寻找妹妹吧 那我去告诉你 在这里被抓来的女性 马上就会被拉去配种 一年的没有怀孕的话 就直接处决掉 就算生了孩子 也会在生产过后不久被处决掉 金姬用脚踩着本乡的头 嘴中吐出冰冷的话 遗憾哪 你的妹妹已经死了 本乡回事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她完全无法想象 那个曾经甜美可人 追着自己叫哥哥的小女孩 那个后来跟自己越来越疏远 却依然让自己牵肠挂肚的女孩 真的死掉了吗 她仔细回想妹妹的一切 可怕的是 她竟然连妹妹的脸都想不起来 妹妹时常更换发型和衣服 而本乡更多的是背对着妹妹 似乎从来没有在乎过 她到底长什么样子 不过 她给自己打最后那通电话的时候 是什么表情呢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是什么样呢 明明她才是最需要自己保护的人 可自己却没有保护好她 本乡恨得浑身颤抖 可就浑身麻痹 一动也不能动 而就在这时 整个房间的所有玻璃牢笼的门 突然同时打开了 笼子里的人大吃一惊 就连金金的谈笑风生的脸上 都充满了诧异的表情 金基骤然回头 发现一个因为憋气而浑身鼓掌的男人 正在微笑着冲着大家招手 那不正是变了形的日相吗 只见她手拿高阶万能钥匙 将乖二人的牢笼打开 能得到这个钥匙 金基立刻意识到 对方的实力肯定十分强 日相嘴里憋着气不能说话 就用手对着本乡比出手势 本乡立刻明白了日相的意思 可金基不明白啊 她转身愤怒地朝着日相发动猛攻 她要看看日相能憋气憋到什么时候 但日相却有蛇的特性 能如同蛇一样 让全部肋骨快速打开 因此现在日相的身体内 有大量的气体 而眼看金基快速接近 日相立即双手拢成喇叭状 然后用尽肺部的所有气流 对着金基使出了施吼弓 这声音超过140分贝 金基的骨膜瞬间就被震碎 内尔大尔什也受到损伤 直接引起她头晕不眩 但趴在地上的本乡 则早有准备地捂住耳朵 其实刚才日相打手势的意思 就是让她捂耳朵的 日相趁此机会举枪射击 子弹穿过金基的手掌 直接打到后边本乡的身上 这并不是普通的子弹 是有着水生气热均的 注射枪发出的子弹 而且此时的她开启了天翼变态 拥有了沙漠飞黄和马蹄鞋的双重特性 虽然这种能力的时间只能持续数秒 可这也足够了 金基看着暴起的本乡恼羞成怒 她也终于开启人为变态 转身朝着本乡冲过去 两人几乎同时动手 但金基明显更快一波 竟用马蹄鞋的气凹 刺穿了本乡的肩膀 本乡无法再冲向前 宝贵的天翼变态时间就这么被浪费了 而日香也快要喘不过气来 难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 本乡双膝跪在地上 几乎就要绝望了 可就在这时 她身后一个女孩男男出生 哥哥 你是哥哥吧 本乡的妹妹还真的在这里 她居然没有死 而这一声哥哥 比任何变身药剂 对本乡都更有效果 血流入住的本乡 原本楼沟的背又挺立起来 她挣扎地从地上爬起 她还是没回头背对着妹妹 嘴上就在笑 多少年没叫我哥哥了吧 以前都是魏魏之类的 我以为再也听不到你叫哥哥了 只有在需要帮助时 才会这样叫的呀 本乡泪流满面 她的妹妹自然也是泪如雨下 而就在下一秒 本乡爆发了 沙漠飞黄的全部特性 翅膀立即从背部长了出来 这是最古老的害虫 也是最强的害虫之王 所以她的强大 绝对超乎人类的想象 只见本乡右脚高高抬起 金鸡神色正重 赶紧举起细摇防御 可当本乡边腿下来 一脚就踢碎了她的甲壳 强大力量推着金鸡倒飞出去 金鸡就好像射门的足球一样 撞在走廊尽头的墙上 把墙都撞碎了 金鸡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她浑身的骨头都断裂了 在昏过去之间 金鸡想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本乡的妹妹 为何还活着 按照以往的做法 本乡的妹妹 应该早就被处决了才对 为何现在还活着出现在这里 难道秃头蟑螂还瞒着她 在进行某种特殊的研究吗 而本乡虽然打败了金鸡 但也已经伤痕累累 基本上身上油尽灯枯了 她一边走路一边渴血 最终步履蹒跚地 来到了妹妹身边 妹妹看着本乡的样子 假装轻松地感叹 几年不见 变化真的好大呢 说着说着 妹妹说不下去了 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 嗓子也因为哭泣而沙哑 本乡跟妹妹紧紧抱在一起 两个人相拥而戏 妹妹更是把这一年的恐惧 宣泄了出来 可本乡也一直十分好奇 那就是日相 到底是怎么拿到 那个万能钥匙的呢 这还要从西婉的战斗说起 西婉半路上遇到了 手持钢针的放电蟑螂 她的丝线根本无法 与放电蟑螂对战 还好西婉底牌多 她拿出了自己的独门武器 西婉迎打 那时有很多形状 各异的碎片 被细丝串成的新型武器 西婉满脸厌恶地 看着满身钢针的放电蟑螂 我不知道你是电慢 还是电年 但我知道 你一定不是我熟悉的 那个会放电的人 学谁不好 偏偏学阿道夫 仿佛是在提醒自己 阿道夫是怎么死的呀 原本就火冒三丈的西婉 心中的怒火更剩几分 她抬手将西婉迎打 抛下了放电蟑螂 放电蟑螂抬手 试图挡住长刀 结果长刀却还是 刺入了她的手臂 但这并没有结束 长刀瞬间划成 一块块短的碎片 刺瞎了放电蟑螂的双眼 此时碎片四散蹦射 这些碎片打在墙上 又弹射回来 瞎了的放电蟑螂 完全无能为力 而西婉就趁着这个功夫 冲了上去 因为放电蟑螂的眼睛 被碎片划伤 看什么都一片模糊 却依然精准地 感知到西婉此时的位置 因为她身体里 还有类似雷达一样的 无线电波接收装置 通过这装置 她能看到西婉朝自己冲过来 不过也只是一瞬间 她就无法感知西婉的位置了 那是因为西婉 也开启了自身 对抗雷达的方式 她可以改变自身形态 让无线电波无法完成反射 还能改变自己外在的材质 来减少无线电波的反射 比如把自己的衣服脱掉扔起来 而且别忘了 西婉就有大缩额的特性 可以通过体毛的振动 来抑制蝙蝠声波的反射 所以就算放电蟑螂 有无线电雷达 也无法准确地 捕捉到西婉的位置了 于是就这样 西婉的四线 在放电蟑螂身上越收越紧 最终被一分为二 切成两半 等日向赶到的时候 西婉已经干掉了放电蟑螂 日向从他身上 搜出了一把万能钥匙 看样子这小子还是个头目呢 日向开开心心地表示 他要去救人了 不过西婉却还是想 先找一兄大弟报仇 所以他希望日向 再给他一次 天意变态的机会 日向自然同意了 西婉好奇地询问日向 现在你还有机会 赶紧跟加奈子一起回去 将情报送出去 为什么要选择留下来 一起送死呢 日向表示他留下来 单纯是担心西婉 和本家两个容易冲动的家伙 你们脑子一冲血 就不顾其他了 要是没有我这个战略科的 现场指挥 指不定会惹出什么祸来吗 日向也知道 自己没有别人那么优秀 现在也是怕得要死 可是他也告诉自己 他现在也是别人的榜样呢 自然要为了 接近榜样这个标准 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所以现在 他必须去解救本乡 以及那些被绑架的人 日向跟西婉分道扬镳 日向去解救本乡 而西婉则利用蛇的特性 四处寻找一星大地的下落 黄天不负有心人 西婉还真的找到了一星大地 那只属于蟑螂的特殊低体温 还有属于祷告者独特的行为举止 那不是一星大地是谁啊 等着我用西婉神眼流的功法 将你大卸八块 告我为师父在天之灵吧 西婉其实早就知道 他们四个人被选出来组成赶死队 只有两个人是真正来执行任务的 那就是加奈子和现场指挥日向 至于他跟本乡 之间轻轻只是想让他们 来完成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本乡是找妹妹 自己则是为师父报仇 所以当日向对着队长机 喊出撤离的话 真正撤离的 只有一只等在外面的加奈子 本乡西婉和日向都留在这里 继续着自己的事情 西婉甩出丝线 将地面裂解 然后就从裂缝里窜了上来 现在他与一星大地对峙 一场更为可怕的战斗 即将开始了 我是黑白 下期见